如今的交通非常发达,人们随时都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如此发达的时代,世界上仍有一些非常偏僻的地方 那里的人们与世隔绝,或者只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 嗨,科普拉,神天阁今天带来五个与世隔绝的神秘城镇 特里斯坦达库尼亚是世界上最偏僻的小岛 它是英国海外领土之一 早在1506年就被一位葡萄牙航海家在开闭海外市场的时候发现了 虽然这座岛屿仅仅长约12.8公里,宽6.4公里 但是这里仍然生活着270个居民 这座岛屿距离最近的南非都有2816公里 从这里坐船去的话,需要整整十天十夜 岛上没有机场,没有酒店,没有餐厅,也没有安全的海滩 岛上的居民都有近亲结婚,繁衍后代的习俗 因此大多数居民都患有青光眼、哮喘病等遗传病 它们与外界的联系很少 每年仅有两个月的出传期 因此岛上的居民和外来的访客都无法自由出入 直到2001年,岛上的居民才有了第一台电视机 但由于岛屿偏僻,电视无法收到信号 它们也只能看一些录影带 直到今天,物物交换仍然在这个岛上盛行 在新西兰西岸湖区边,有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 这里有个饱受争议的基督教社区 叫做格洛利亚维尔 大约有540人在这里生活 他们按照基督教教义共同生活 日常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侍奉上帝 在这里,无论男人女人,甚至小孩都要穿着相同的制服 日常的衣服和家居风格都是蓝色的 这里的人们对物质没有欲望 对权力也没有渴望 男人们会被安排工作,但没有报酬 而女人们主要负责照顾孩子和洗衣做饭 同样也是没有报酬的 相比起我们生活了这个时代 这真是一个没有任何压力的世外桃源呀 这里的人们每天必须聚在一起吃饭 联系男女是不能自由恋爱的 在结婚前,也不能随便说话 到了试婚年龄,就会有人安排婚事 女生在这里是不能避孕的 也不允许离婚 这里的小孩一出生,就没有了选择权 一生可能就是这个社区的傀儡 格罗利亚维尔信奉的是和谐与救赎 在这个压力山大和充满愤满的社会 这个社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但也有人认为 格罗利亚维尔就像一个充满人性缺陷的童话故事 他临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临自由 冰岛东部的这个小村庄 苏尔布雷卡,只居住着三家人 这里的居民总共也只有八个人 他们以捕鱼为生 有时候几个星期都见不到外面的人 他们上几代的人都在这里生活 14岁的小女孩是这个村里唯一的小孩 本来可以在附近的学校上学 但是因为学校里只有他一个学生 学校也无奈被迫关闭了 女孩只能被迫送到很远的寄宿学校上学 为了跟上课程 他们也使用互联网 但受地理位置和天气的影响 这里的网络信号很差 冬天的时候,甚至会几周都连不上网 如果连最后一批居民都离开了这里 苏尔布雷卡将永远沉睡下去 如果是你,你会选择留下来吗? 你听说过极端城市吗? 它就是乌特恰维克 这座位于美国最北端的城市 在夏季会出现太阳24小时都升起的情况 这意味着在晚上的时候 依旧可以诡异地见到阳光 但是到了11、12月份 黑夜又会为这座城市带来超过60天 没有太阳的日子 60多天以后才能见到久违的日出 乌特恰维克的交通非常不发达 因为土层永久冰冻的关系 是没有办法铺路的 所以飞机是唯一能抵达这个城镇的交通工具 当地的不结冰期只有三个月左右 所以依靠空运所得的物资价格都很昂贵 一罐售价5美元的普通花生酱 在这里都需要10美元左右 尽管日常的消费很高 但是这个位于北极之地的城市 依然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来这里领略夜间看太阳的神奇感受 位于海平线以上 5090米的尼鲁城市 拉林科拉达 是世界上最高的有人居住的地方 也是最残酷的生存环境之一 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 常年受到冰封 大约有5万人 生存在这片冰冷的土地上 人民要抵达这里 唯一的通道就是一条遍布野草 石头 泥土 甚至冰块的山路 需要花几天的时间才能到达 这里没有社区 医院和政府机构 居民十分贫穷 非法采矿 就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 虽然城镇里有学校 但很多父母都要求子女来帮忙工作 孩子想上学 简直比登天还蓝 这里没有排水系统和卫生系统 生活水平非常低 甚至没有道路 车水马桶和下水道 连最基础的垃圾清理服务也没有 堆积的垃圾山 横流的污水和辅彻的空气 导致当地人大多患有 急性呼吸系统 感染和腹泻等病症 由于矿工使用大量的水银提取黄金 当地的水 雪 空气 和土壤几乎都被污染了 居民们一直都出在一个恶性循环的环境中 找到黄金矿石 是当地人一生的梦想 都说这是一个不该存在 却因黄金而存在的城市 你还知道哪些与世隔绝的神秘城镇呢 我先告诉我